撲咕撲咕 我是撲咕鳥 第29階金曲獎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即將在2018年6月23號舉辦 一口氣練完你不喘嗎? 每年這個時候都可以看到 各大實力派明星齊聚一堂 共襄盛舉 永遠的歌后將會更是年年到場 堪稱金曲模範生啊 而金曲獎也邁入第29階了 今天撲咕鳥 就帶大家科普科普金曲獎 十大不失意 最佳國語男歌手 陸圍篇 陸圍最多次的男歌手 在前28階 陸圍最多次的男歌手 就是... 你覺得是誰? 是張學友 陶澤 王力宏 周杰倫 俞成慶 方大同 你覺得是誰呢? 猜猜看吧 答案是 王力宏 在第16階時 王力宏和吳思凱 並列陸圍最多次的男歌手 當時他們都陸圍了 6次 一直到去年第28階 王力宏已經殘連了13年 陸圍最多次國語男歌手的寶座 大家都說陸圍就是肯定 那王力宏 無庸置疑 真的是演唱技巧 非常高超的男歌手 但... 但是今年終於有人 要來挑戰王力宏的紀錄了 那個人就是... 登登... 一審 陳奕迅 統計到第29階 總共有兩個人陸圍高達9次 那就是王力宏和陳奕迅 在這邊也恭喜陳奕迅喔 最年輕的入圍者 在眾多的國語男歌手中 若你年輕輕輕就入圍 就代表你真的非常的才華洋溢 而最年輕的入圍者是誰呢? 將將 又是他王力宏 他在第四間進去講 第一次入圍最佳國語男歌手時 年輕22歲11個月 而且他不但是最年輕的入圍者 還是最年輕的獲獎者 因為他第一次入圍 就獲得了最佳國語男歌手 真的非常了不起 最年長的入圍者 最年長的入圍者代表著 為音樂不斷的付出貢獻 且持續透過自己的聲音傳達理念 在這邊先給為了音樂努力不懈的前輩們 熱烈的掌聲 那誰是最年長的入圍者呢? 答案是 胡德夫 在第十七屆進去講 胡德夫以55歲的年齡 入圍最佳國語男歌手 到今天他已經67歲了 去年還發了專輯 時光 持續為台灣的樂壇發光發熱 南建入圍者最年輕 這邊撲菇鳥可是花了很多時間做統計 讓我們來看看前三年輕的入圍者 們 第三年輕的入圍者們 平均年齡只有29.29歲 他們是第24屆的入圍者們 得獎的是 入圍最年長的是34歲的周杰倫 接著發大同、小羽 還有26歲的蕭敬騰跟林又嘉 我覺得這一屆真的代表著 這一群年輕世代 真的變成了樂壇最中間的人物 我當時看到入圍名單 真的好感動了 嗯... 而該屆由蕭敬騰獲得最佳男歌手 我很爽 第二 年輕的入圍者們 平均年齡只有29.28歲 他們是第18屆的入圍者們 到底是誰啊 1 2 入圍最年長的是37歲的陶哲 27歲的曹格 吳克群 和26歲的李九哲 林俊傑 最後由李九哲獲得最佳男歌手 最後 我要謝謝 馬起大哥 第一年輕的入圍者們 平均年齡只有27.15歲 這一屆出乎我意料的非常早期 他們是第二屆的入圍者們 當時的獎項叫最佳男演唱人 還沒有分語言呢 當時的入圍者 有 31歲的童安格 28歲的客語代表鄧阿田 27歲的台語代表洪榮洪 24歲的張宇森 和23歲的張信哲 就知道當年的華語市場 年輕人的力量有多麼大 最後由洪榮洪獲得最佳男演唱人 南界入圍者年齡最相近 前面看到年輕的入圍者們 好像都有一個 在拉平均 所以我就找出了年齡最相近的入圍者們 編音數僅有2.68 那就是第三屆最佳國語男演唱人的入圍者 從最年長的33歲李宗盛 到童安格周華建造船 到最年輕的29歲吳宗憲 中間只差了4歲 這也是第一屆把語言分成了國語和方言 最後得獎者是造船 哪一屆入圍者最長青 聽到最長青 大家腦中是不是已經有些名字了呢 最長青的入圍者們 是三年前第26屆的金曲獎 最佳國語男歌手獎 得獎的是 當時54歲的張學友 44歲的楊培安 40歲的陳奕迅 31歲的方大同 28歲的維里安 還一起在現場 十八啦 哎唷唷唷 兩個九點 七點六點 你最新有指出來的是 哇 這大十點 十點 你可以得到 香腸醫治 在這一群相當資深的前輩中 陳奕迅獲得歌王 謝謝台灣 有哪些外國朋友入圍 金曲獎是台灣主辦 早年只有台灣和香港人可以參加 不過隨著金曲獎越來越開放 其他國家的華語音樂市場也越來越蓬勃 其實也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友人入圍 讓我們看看分布吧 在29屆金曲獎的過程中 誕生了58名最佳國語男歌手的入圍者 從寬認定的話 有46名的台灣人 剩下12名國際友人裡 有五位香港朋友 張學友 許志安 蘇永康 陳奕迅 方大同 一位新加坡朋友 林俊傑 一位美籍韓裔朋友 李九澤 兩位馬來西亞朋友 曹格 黃明志 三位中國朋友 李榮浩 李健 和郭鼎 他們的參加讓我們聽到了 來自不同文化下 運運出來的華語好作品 讓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音樂 來了解他們的文化 歡迎他們的參加喔 原住民是台灣的驕傲 在46名台灣國語男歌手的入圍者裡面 有8名是台灣原住民啊 要知道台灣原住民只佔了台灣人口的2% 但是在國語男歌手入圍者裡 佔了17%啊 他們分別是一半泰雅族血統的張宇生 悲南族的陳建年 布農族的王宏恩 悲南排灣的胡德夫 阿美悲南的Tank 一半阿美族的蕭敬騰 阿美族的張正月 台灣族的Mazuka 這些原住民歌手 有的甚至使用著非本身的母語 但是卻給了華語流行音樂 那麼多豐沛的能量 兩次入圍相隔最久的男歌手 有一位歌手他入圍的借數是 1 3 4 5 借 然後呢 第25借 他就是國民歌王周華健 曾在第四屆獲得金曲歌王的他 在第五屆之後 相隔21年 在第25屆金曲獎 再次入圍 真是寶刀未老阿 入圍最多次的無緬歌王 剛剛聽到很多入圍者的名字 在眾多的男歌手中 其實還有兩個人我沒提到 但是我講出來之後 你可能會很驚訝 什麼他們還沒拿過最佳男歌手 但是他們都入圍了很多次 他們就是美聲派代表 費玉清 林志炫 他們都入圍了5次 也都被視為1等1的唱功 但也許憑著喜歡更多元唱寶的歌手 或是更多創作能量的歌手 所以很可惜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 他們可以推出更精彩的作品 登上金曲獎的頒獎舞台唷 好的 以上就是金曲獎 最佳國瑜男歌手 十大不思議 入圍篇 接著我還會推出歌王篇 和其他獎項的系列影片唷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的新影片唷 撲咕撲咕 我是撲咕鳥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日歌能一合Dripper 請按讚分享及訂閱 喜愛直播喜奇的You 訂閱 的You 訂閱 的You 訂閱 的You Peace